陈怡荣在2016年结婚 并在2018年生下一个宝贝女儿 时常会在网上分享生活大小事的她 最近在脸书透露有一天她在睡觉的时候 觉得好像有人在看她 后来她睁开一双眼时 就被眼前超惊悚的画面吓翻了 因为有一个玩具娃娃瞪大双眼在看她 原来是她在睡觉的时候女儿的玩具娃娃放在她旁边 她发文表示因为这样 所以她在半梦半醒之间 一直觉得有人在看她 她还在贴文中逗趣写到 后来我眼睛一睁开 差点没把老母亲送走 不少妈妈网友看到这篇po文 表示自己有遇过相同事情 分分直呼当时真的下惨了 再网上先起热烈讨论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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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зар意 tryna 啊 啊 啊